国民养老金制度 养老金就是从大家那里筹集资金 高龄时、生病时或 因受伤而身体等残疾时为您提供帮助的制度 居住在日本的20岁到59岁的学生 自营业的人、无工作的人等 必须加入国民养老金 在日本生活三个月以上的 20岁以上的外国人 也必须加入国民养老金 国民养老金从20岁到60岁 使用国民养老金保险费缴纳数 写有支付金额的值 在银行或便利店每月支付国民养老金保险费 可以从银行账户自动扣管 也可以用信用卡支付 没有钱无法支付或如何支付 支付困难时 请咨询市役所 特点 养老金是高龄 生病或受伤导致残疾时 自己去世家人有困难的时候可以领取 注意 国民养老金请在入境之日起14天内办理手续 手续可以在区域所或所在区的区民科和各城市规划中心申报 桥本中央六地区大野南除外 关于看护保险制度 看护保险制度时 40岁以上的人都加入看护保险 支付保险费 需要看护时可以支付 可以支付一部分费用使用看护服务的机制 在日本生活40岁以上的人加入看护保险 在日本生活3个月以上的40岁以上的外国人也加入看护保险 特点 65岁以上的人在需要护理的时候 得到市役所的认定后可以使用护理服务 40岁以上64岁以下的人如果符合指定的疾病 需要护理时 得到市役所的认定后可以使用护理服务 关于国民养老金和看护保险制度的详细情况 请看生活指南或向市役所咨询 项目园国际交流中心以多种语言提供信息